大家好 前两天呢 我给大家看了清远市区目前的街面情况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冷清的 不过呢 你说清远现在真的没有 很旺的地方了吗 我倒不这么认为 今天呢 我就带大家下到清远的乡镇 来赶个集哈 看一下清远的乡镇赶集日 人流情况怎么样 来我们就来到了龙堂 这边的一个赶集哈 赶集日 龙堂这边的是二五八哈 比如说二号啊 五号啊 八号啊 十二十五十八 逢这些 就会赶集了来这里哈 大家看人还是比较多的嘛 现在呢是九点了马上哈 人还稍微少了一些 之前的话很多的 你看摆的人也很多 当地的乡亲们呢 正在这个摊位前啊 在选购 很多居民呢还是出来的哈 很多居民还是出来的哈 现在的时间将近九点了 人数呢就比早一些的话呢 少了一些了 已经是 更早一些的时候呢 这边人是更多的 不过看呢 很多的摊主都摆出来了 那证明了人应该还是不错的 后面呢就是卖衣服的哈 这边呢 这边呢买一些被子啊 盆栽啊什么的 大家看 摆的还是挺挺多的哈 这一条长街全部都是摆的啊 这边是卖水果的 卖衣服的 还有卖一些土特产啊 腊肉啊腊肠啊什么的 很多啊 很多当地人的都会来这里摆啊 你看路过的人 真的在选购啊 这个人气真的 比城里面还好啊 感觉这个人气真的比城里面还好 而且呢我们看到啊 出来摆卖的人呢 一点都没有少啊 该出来摆的还是出来摆了 卖肉的 卖水果的 什么都出来了 有那么一点点影响吧 但是呢我觉得总体还对乡镇 这种感激这种啊 影响并不是特别大 基本上呢你说这里都聚集了吗 聚集肯定是聚集了 所以呢现在啊如果 我们喜欢热闹的朋友啊 喜欢去 买东西啊 感激的 买点山货 买点农村 产品啊 买点 农产品的 可以来这边感一下 不太急啊 好东西还是有的 都会有一些专门外地过来的也有啊 就是外地过来卖的 也都有啊 价格的话也应该也比较便宜的 九龙腐竹啊 而且呢 它里面很多的都是 当地本地人在卖啊 卖菜啊 那些啊 这些农产品啊什么的都比较新鲜 中山烤 烤鸽子 反正这种农村 这种农村集市呢还是很多 比较 好玩 好吃 好玩的东西的 奇奇怪怪的也有啊 比较新奇的东西也有 就看你怎么找了 还有榴莲 卖很多都有啊 好看完了这个新须的感激日呢 我们去旧须看一下哈 农堂的分为新的跟旧的两个城区啊 刚刚那里的是新的 然后呢 接下来这里的就是旧的 哇诊所还是真的是排了挺多人的 诊所真的排了挺多人 哇 现在我们看到旧须这边啊 连接旧须跟新须 这个桥啊 都堵起了车 看起来旧须那边的 这个集市啊很热闹 非常的热闹 清远的这个虚日 赶集日 他都各个镇都有各个镇的一个规律的啊 这边是258 其他的镇呢有134的 147的 250的也有 都各自有各自的规律啊 我们看旧须的情况 真的好热闹啊 大家看这些卖菜的 都挤在一起了 啊 真的难得啊 难得啊在清远市区你也看不到的 真的太热闹了 真的太热闹了 这个就是 清远赶集日的魅力 很少啊 现在很少能看到这么热闹的地方了 也就是乡镇了 这就是乡镇了 区外公里的 区外公